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我是欢子 首先跟大家说一个消息 就是欢子历经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给大家录制的专栏视频 现在已经全部更新完毕 24级视频给大家去囊括介绍了海南旅居方方面面的信息 包括了但不局限于有海南目前旅居市场的行业情况 以及趋位优劣式的对比介绍分析 还有气候条件差异方面的分析讲解 以及海南几大主要市线它的发展还有公寓分布的情况 包含了教大家如何选择公寓和规避可能遭遇到的风险 这是在24期视频当中的系统全面的为大家去讲解介绍了 这个视频呢是属于讲解类型而非实拍类型 那换句话说是属于知识讲解或者说叫知识付费这种类型的 所以呢这个专栏视频要告诉大家的是 有一定的费用收取这个根据大家的实际需求情况来进行自由购买消费 这个相当于是网络购物 在这个视频当中呢 欢子先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消息 第二点呢是 关于近期大家进行咨询打欢子的联系电话的这个情况 欢子再给大家去做一下解释 因为近期有很多网友抱怨说 呃没办法联系到欢子这儿 或者说打电话了接听不到 首先呢欢子跟大家说一下打电话的时间段呢 目前来说欢子是给大家说的 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这个时间段可以拨打电话 因为这个时间段呢 欢子是吃饭时间 有空给大家去进行这个交流 第二个时间段呢是晚上的10点到11点 当然这个时间段呢有点太晚了 因为有很多网友呢说 那个时间呢基本上已经睡了 睡了在这种情况下呢还能打电话吗 对吧 欢子为什么说安排在晚上10点到11点呢 就是10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了 欢子是把一天的这个工作啊 基本上处理的差不多完毕了 视频也制作完了 也就是说第二天的视频是前一天晚上制作好 准备好的 然后呢给大家发布出来进行视频播放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安排 每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呢 这个时间段是拿来给大家做这个问题的解答 咨询对吧 就是做这个事情 包括微信的回复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也理解一下欢子 这是说的是咨询的这个事情 由于欢子呢目前是自己一个人在做这个自媒体 在做旅居这一块的这个事情 所有的视频是欢子自己拍的 没有任何团队啊 朋友们 视频是欢子自己拍 自己剪辑制作上传发布 那接打电话回复消息 目前也是欢子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 有个词叫分身乏术 目前欢子做所有的这些工作呢 真的是有点力不从心 但是呢目前还够不到说有这个实力 哪个实力呢 有能够聘请助手或者说花钱找另外的工作人员 跟欢子一块来做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现在还不具备这个实力 因为一旦找别人来干这个事情 势必要发工资 所有大家进行咨询了解信息的这些网友朋友们 这些粉丝们 欢子没有跟大家收取任何一分钱的费用 这点算是要说清楚 收费的项目和服务 最早的时候是欢子作为旅拍摄影师出来 给大家提供旅拍这种服务是收费的 第二个收费的是 大家需要到这边来找这种旅居的公寓 需要欢子提供吃料和带看 那这个的话欢子是收费 所以这两项目前是收费的 真正找到欢子说 欢子我愿意花点钱让你带着我去找一下这个公寓 我支持一下你的工作是吧 说实话朋友们 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这种选择的网友 一百个里边可能挑出来一个两个 就是这样的一个占比朋友们 这个欢子摸着良心跟大家去说 所以说欢子的这个收入 如果说从广大了这个角度去说 去找团队去做 那完全是顾不上这样的一个程度 现在呢 欢子对于2019年来说 2019年是欢子最艰难的一年 欢子32年来 最艰难的一年就是2019年 2019年的时候 年底不是疫情爆发了 过春节的时候是被隔离在家的 当时我还做直播 很多网友看直播 其中有阿姨说 这孩子大过年的 也不弄点肉吃一下 就吃的这么简单 这么清淡 其实我当时的情况是 没有钱去买过年的物资了 朋友们 真的是 而并不是说因为出不了门 买不了这个东西 有钱的话是可以让外边的 这个给送过来 就是2019年是最糟糕最惨的一年 但是我也挺过来了 所以呢 就是2020年和2021年 这两年呢 为大家去提供这种旅居的信息 支持和服务支持 通过就是说 欢子自己提供一些这种服务 是吧 收取一些费用 整体上来讲 在三亚那个高消费的城市里边 欢子能够饿不着了 能够饿不着了 这是欢子要跟大家去说的 很多人说 欢子你做个专栏视频 要收割大家韭菜了 是吧 又要开始糊弄 就是忽悠这些老头老太太了 这个大家自己去判断 欢子不对这个做解释 还是欢子说那句话 专栏视频是收费的 你觉得你需要了 你就购买 你不需要了 然后你可以看免费的实拍视频 就OK了 这个欢子不做过多的解释 所以说现在大家如果要咨询的话 还是欢子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 并没有其他的这种助理 或者说其他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去进行咨询 类的讲解 回答 对吧 在这里呢 欢子也跟大家去说一下 就是不能够及时接听到大家电话 这个请大家谅解一下 微信上有很多跟欢子发微信信息的 每天的信息量不下500条 多了可能是一千两千条的这种信息 有很多还发广告信息给欢子这 所以呢 有时候我也在朋友圈说 发广告信息一律拉黑删除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请大家呢 理解一下欢子朋友们 欢子面对的是全国几十万的网友 而不是说专门的服务某一位两位网友们 大家理解一下欢子 好吧 这是给大家说的第三点 第四点呢 就是欢子坐的这个旅居这一块的 这个视频节目 有些网友呢 说这个时间过长 对吧 或者说欢子给这些 就是叔叔阿姨或者是爷爷奶奶们 去聊天的时候呢 说问不到点子上 我也能理解大家迫切的想要知道 就是视频当中介绍的这种公寓的详细信息 我能非常理解大家的这种心情 但是大家也要换个角度去想一下 我经常跟大家讲 我说在平台上 我们发视频是受平台的约束的朋友们 平台本身 它不是纯粹的公益者 它是要有费用赚取的 也就是一句话 它也是需要赚钱的 我们发的这个信息 如果是属于商业广告类型的话 而在它这个平台我们发的时候 上去是不给平台支取任何费用的 大家一定要明白 也就是说 如果是涉及商业广告内容的话 它是要收取商家 或者是这个视频发布者的费用的 那这样的话 它才有钱去赚 但是我们发的这个视频 我们本身不给平台支付费用 所以呢 我们也没有权限去发布 带游商业广告的这种信息 你说那视频里边 说个电话号码 说个地址 说个名字 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不可以 朋友们 这在平台的这个要求管辖之内 是不允许的 其实2020年到2020年 欢子的视频里边 已经最大限度的为大家提供了 部分公寓的名字地址 对吧 只是没有详细的 一五一十的 给大家去把联系方式 也公布在视频当中 这个是犯了大忌的 所以大家要理解一下欢子 这是关于说 详细信息的这种 视频预留情况 还有就是说 大家谈到说 视频过长 视频呢 短的话 没有信息增量 长的话呢 是能够一定的信息载量 也就是说 两分钟的视频 跟五分钟的视频 它的信息量 差异还很大了 当然 这个呢 还在强调说一点的是 有部分网友说 欢子跟这些叔叔 阿姨爷爷爷奶奶们 去交流的时候 说的这个 大家所谓的废话 就是比较多 其实欢子再给大家去说一下 第一呢 欢子不是专业的新闻记者 欢子是学教育学 教育学专业出来的 本身是跟小孩子打交道 但是机缘巧合 或者说 就阴差阳错的 来跟这些叔叔阿姨 爷爷奶奶们 去打交道 那跟他们打交道 也是基本跟小孩子打交道 是差不多的 为什么呢 有个说法叫老变小 对吧 我们经常说 老人呢 跟孩子都是需要活动 确实是这个情况 那欢子的这种交流的方式呢 多多少少带有跟小孩子交流的 这种方式差不多 所以呢 在交流的时候 并非向大家想象当中的 我是作为一个专业的记者 跟大家去 跟这些爷爷奶奶们去交流 去采访对吧 欢子不是从那么专业的角度 去做的这个视频 朋友们 所以大家理解 担待一下 那最后再跟大家说一点呢 是2022年的话 欢子还会持续的 为全国广大网友们 去提供旅居的相关信息 当然还是以旅居包吃住的 这种公寓信息为主 附带有三亚市区 一些中高端的租房房源信息 朋友们 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是欢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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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